紅燈叫車還沒到路口停了下來 駕駛下車 手上還拿著方向盤鎖 氣衝衝走向後方的騎士 騎士立刻從坐墊的置物箱 拿出一罐看似防藍噴霧劑 雙方對峙開槍 原來兩人之前就發生了行車糾紛 一分鐘前 轎車認為機車擋了去路 常按喇叭 不過機車前方還有娃娃車 騎士轉頭伸手指向駕駛 緊接著到了十字路口 轎車按喇叭超車 機車也回按喇叭互嗆 雙方繼續往前 轎車認為機車追逐突然路中央停車 隨即繼續往前開 一直到前方紅燈 轎車停下來下車理論 施發在7月9號上午9點多 駕駛提到要去打針 一次趕著去打疫苗 認為機車擋到 其實把過程po上網 警方看過影片 指出混合車道其實沒有違規 但是駕駛路中央突然停車 如果接獲檢舉可罰600到1200 其實最後突然想到對方少戴了什麼 啊你口罩咧 啊你口罩呢 三級防疫未戴口罩可罰3000到15000 不過這些違規都還得有人檢舉 警方並未接獲報案 也還不知道駕駛是什麼身份 TBS新聞亮無漢無數屏 台中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TBSnews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 TBS新聞app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